高雄市的公共自行车使用率不断地提升 车辆难免有耗损的情形 接手营运的高杰公司在今天推出了第二代的公共自行车 预定在农历年前要完成500台公共自行车的太旧缓心 高杰甜心在台上热跳骑马舞 接着从舞台后方骑着铁马亮相再成全场焦点 只是这回吸睛的重点从美女变成自行车 这一些小绿绿是第二代的公共自行车 扣锁 以前扣锁非常 这个叫3D的锁舌 以前非常容易故障 现在这3D的锁舌 它可以做一点轻微调整 它不会硬碰硬的方式 它可以做调整 它就比较少故障 刚刚讲的这个花骨式的 以前是要靠摩擦 现在这种花骨只要转动 它就亮 它的前面前灯就会亮 它后面也有后灯 首批亮相太旧缓心的新版公共自行车 就第一代的缺点再做改良 先上路的新版车辆有500台 即日起有机会在各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站骑得到 公共脚踏车里面有运转的车辆有1100台 那有前面的它有编号 前面的500台已经比较久了 服役比较久 那我们第一个就从这500台先态换 差别呢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全车 它整个防锈处理 全部的防锈处理 它是一个非常耐后型的 第二个呢 它前轮 前轮是一个小盘的前轮 骑起来在城市骑车是最舒服的 因为它比较省力 新版公共自行车的功能提升 首批500台预定在农历年前态换完成 而明年3月底之前 还要再另外推650台新车上路 让高崇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在使用者倍增的同时 能享受到车辆的品质升级 港公司欧远朱宇宏 采访茂导 也会有轮延之前 可能令我感觉到 看ily花